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依然保留着上世历初的样子 这里手绘鲜花的独特装饰风格是流传了数百年的古老传统 萨利派的女人个个都是手绘艺术家 她们通过精心手绘将房屋内外创世的精美绝伦 我们都很好奇她们为什么要这样图画房屋呢 据说当年家家户户的房屋都被吹烟寻得又黑又难看 人们曾试图用白色涂料遮盖 但效果并不理想 后来聪明的女人们尝试手绘鲜花 没想到既美观效果又好 从此女人们用牛尾巴毛制成画笔 有机脂肪制成颜料 图画房屋一发不可收 后来随着现代化厨房设备 以及通风装备的广泛应用 吹烟几乎不复存在 但手绘装饰的传统却一代代相传下来 如今装饰的图案变得更精致更复杂 走进萨利派 几乎每一个角落都有手绘的痕迹 就连水井和篱笆都变得如此生动可爱 村里唯一的一座手绘博物馆是为了纪念20世纪初 一位非常著名的手绘大师居里洛瓦 他痴迷手绘 把家里所有能画画的物体表面都画满了画 自1948年以来 萨利派每年都会举办手绘比赛寻找最美画师 女人们或匠心读孕 创造出新式精致图案 或精心认测将往年的图案勾画得更加动人 曾经荒凉被遗忘的黑烟棚户区 因为聪明勤劳的女人们手绘的鲜花 如今已逆袭成为花花小镇 波兰的第一花香 但意外的是 来萨利派参观的游客并不多 也许就是因为没有喧销 才会使这里拥有着惊世骇俗的绝美意境吧 来一次旅行掌握点姿势 有什么问题请留言缓转发点个赞 最后别忘了下期内容更精彩 我们行影不离